刘仲敬 Reviewer エル Kheemann 李宗盛 搞定 哎 对了 把这个打开 哎 哎 姐夫人姐们 看见没 我二姐夫又喝多了 最近呢 他经常跟我二姐吵架 一吵完架 他就喝大酒 昨天呢 我二姐把她的体检报告拿回来了 医生都说了 她又再这么喝大酒啊 她的身体就完了 这不 我想了就办法 刚才啊 我偷偷给她画了个老年妆 等会她一睁眼呢 就让她一下子来到三十年后 为了她的身体好啊 我们全家都出动了 下面就有请 我三十年后的大姐 大姐夫 闪亮登场 我心仰慕 我心仰慕 媳妇邻居们大家好啊 好 我是三十年后的赵刚子 大家还认得出我吗 我呀是三十年后的大米粒 不认识我了吧 好 朋友们人生如水生命如鸽样 行了行了别演了 什么也太过了 你瞅我大姐那样 不是我觉得哎哎 我说大米啊 你这是不是有点弄大发呢 你这弄得跟我跟我姥姥似的 你这 怎么怎么你稍微起雷点 我这样 你你你你就是你你你其实了你也不能这样 你 行行 来 我怎么啊 行这可以啊 画得有点像鸾瓶 我跟你讲 哎 他画成这样 他俩能这样了 他一醒了不会吓死吧 他吓死我才好呢 他以后啊就再也不敢喝大酒了 这样他身体不就好了吗 对对对 不对啊 小米粒 你为啥不化妆啊 对啊 我不用化 因为我相信 三十年后 我还长这样啊 但什么玩意 画大姐呢你怎么能这样 三十年后怎么不能这样 你讨厌 哈哈哈 我跟你讲 小米 嗯 你就这么闹 一会就都你这坏事 嗯 我们都画成这样了 你还那样 他一醒了他不就穿帮了吗 穿什么帮啊 等会我就不承认我是小米粒 我就说我是小米粒的女儿 小米面 我这大姐不说你 你太不像话了 你有这招你为什么不跟我俩说呢 你看把我俩弄成啥样的都 你画妆画得我手都酸了 你看我这置点的好家伙了 那早知道这样我也不用化了 我就说我是赵刚刚的儿子不就完了吗 哎 那你叫啥呀 我叫啥呢 我叫赵刚炮 哈哈哈 那那要是这样我也不用化妆了 那你也谁呀 我就说 我是我女儿妞妞 那不行 不可能 妞妞不可能长你那么粗 哈哈哈 行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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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我得找酒喝 我得往回狗狗 哎呦 哎 孙芬啊 哎 哎 哎呦 你谁啊 孙芬啊 我是你大姐夫赵刚子 你你这这这这这这这照照照照照照刚子 这个祖宗是谁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大米林日人你你不认识我了 你大姐 嗯 不是我有点晕我是 哎呦 哎呦 我这这有点晕啊 不是你俩咋化妆了这是咋的啊 啊 什么什么化妆啊 老了 老成这样了呢 来来来来 孙芬过来过来 哎呦我带你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啊 来看看 什么日子也不用花 看看 2048 这什么情况 孙芬啊 这是三十年以后啊 这三十年以后 三十年前哪 你是天天喝大酒啊 喝完了你就往这一躺啊 结果有一天你喝的太多了 你就醒不了了呀 一躺就是三十年哪 我喝大酒喝醉了 你不是喝醉了 你是喝蒙过去了 蒙了三十年 哪找吧你 我肯定喝醉了没醒呢 我再睡会儿吧 不行 睡会儿 回事儿 你站起来 你不能再睡了 找找找找找找找 怎么着 怎么着 你再睡三十年你还有可能醒 俺俩挺到三十年以后 就困呆 你别逗了 大姐大姐不干啥玩儿 小米粒 你干啥 他们这干啥呢 你跟谁叫小米粒呢 你对 他不是小米粒 那他谁啊 他那个是小米粒 跟那个甜笨笨生的女儿 叫小米面 对叫小米面 阿姨夫 小米面 小米粒到底是跟甜笨笨结婚了 对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哎呀跟你妈长得是一模一样啊 你妈呢 我我妈 我妈跟毛小千喝酒去了 好 不是 什么乱七八糟 小米粒跟甜笨笨结婚了 跟毛小千喝酒去了 啊 这仨是这恩怨情仇是没完没了啊 那你们都老成这样了 我三十年后我也得七十多了吧 你自己看一看 哎 姨夫 照照 我咋老成这样了 这 这还掉色呢 啊 那个谁 那那那啥呢 你睡了三十年 这我们不得给你洗洗脸呢 你这怎么是掉色呢 你这是掉的老皮 对 你这是一层老皮啊 对 那我要是睡了三十年 我刚才一起来我就能跑啊 这事啊 给我老公累坏了 他每天第一件事就给你捏腿呀 是 就怕你醒了站不起来呀 是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这老厉害了 谢谢大姐夫 没事 应该的